他是大辽王朝第一个皇太子 文武全才功勋卓著 然而父亲耶律阿宝基去世以后 弟弟耶律德光却取代哥哥耶律贝继承了皇位 耶律贝被迫南渡中原 投奔敌国后唐 最终与命他乡 辽太祖耶律阿宝基效仿汉制 称帝建国 为什么皇太子继承治 从一开始就横遭波折 继位纷争 殷河会贯穿辽戴史中 契丹民族传统的士选制 和汉族嫡长子继承制之间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与融合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君副教授 为您解读历史上著名的 辽太子初奔事件 辽太祖耶律阿宝基去世之后 次子耶律德光取代长子耶律贝继承皇位 虽然与皇位失之交臂 作为东丹国国王的耶律贝 和做了新皇帝的弟弟相处的似乎还算融洽 兄弟俩并没有直接发生什么冲突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几件大事 让耶律贝受到沉重打击 心灰意冷的他下定了出走的决心 那么在前太子耶律贝和新皇帝耶律德光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他最终投奔敌国后唐呢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君副教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辽太子初奔 第四集尴尬的前太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就在耶律贝在上京临皇府滞留期间 聊在历史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他的东丹国 南迁 阿宝基原来设立东丹国的时候 是以原来渤海国的王城 也就是忽寒城作为国都的 改名叫天福城 这座城在今天黑龙江的宁安县 那么所谓南迁 就是把东丹国的国都迁到东平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辽阳 那是谁想把东丹国南迁到辽阳呢 南迁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关于东丹国南迁的这个动议者 前人留下的历史也是一笔糊涂账 在涉及东丹国南迁的三个主要人物 耶律贝 耶律德光和耶律宇直的传记资料里面呢 都是各有各的说法 不过呢 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这些说法啊 大概弄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耶律贝这边呢 有的资料上的说法是啊 东丹国南迁是他主动提出的 说是天福城离母亲树律太后啊 太远 不方便他时常去看望请安 以尽为人子的孝道 所以呢 把国都迁移到离皇都上京比较近的地方去 耶律贝啊 他还让当时东丹国的左相 耶律宇直上表提出具体的建议 耶律宇直这个人呢 他是东丹国南迁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根据耶律宇直的这个传记说的呢 东丹南迁啊 是耶律宇直的动议 他认为啊 东丹国的这个核心地带 离契丹国都临皇府太远 导致这个渤海国呢 他所拥有的一些先进的文明成果 没有办法让这个契丹啊 有效加以利用 你比如说像熟练的手工业技术啊 比如说像农耕技术等等 而且从这个契丹啊 灭了渤海以后 渤海移民呢 慢慢的就升息繁衍起来 如果他们聚居的地方啊 离契丹本部太远的话呢 就可能足显自卫成为后患 所以耶律宇直说啊 应当趁其微弱 就是趁这个渤海被灭不久啊 反抗势力呢 还没有成气候 把他们强制迁移到 离上京临皇府比较近的地方 具体选择是哪呢 东平啊 就是今天的辽宁辽阳 这个地方地盐土活 有木铁鱼盐之饶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土地呢很宽广 物产很丰富 所以把这里作为这个东丹的新国都的话呢 把渤海人迁移过来 这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那么我们看得出来啊 对于东丹国南迁这个事啊 耶律宇直呢 他给出的理由啊 比较充分 东丹南迁 无论是耶律被主动提出 还是出自耶律宇直的动议 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 南迁后的东丹国 距离皇都上京比原来更近 朝廷对东丹国更便于控制 而这个结果也是耶律德光乐意看到的 那么东丹南迁究竟是不是耶律德光 一手促成的呢 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啊 东丹南迁是耶律德光 为了便于控制耶律被 受益耶律与之上表 然后自己马上同意的 这呢只是一种猜测 没有直接的证据 不过呢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耶律德光 他对于东丹南迁 这件事情啊 绝对是乐见其成的 不仅是便于就近控制耶律被 而且从战略上来考虑 就像耶律与之说的那样 既消除了渤海人反抗的这个危险 又能够把渤海先进的文明成果 带到离契丹本部比较近的地方 便于就近利用啊 以增强契丹的这个实力 另外在南迁以后啊 契丹还可以在地缘上 形成对中原王朝的优势 契丹本部在今天的内蒙古中东部一带 东丹南迁之后啊 在今天的辽宁 他位于契丹的东边 契丹的西边呢 则是已经臣服于契丹的 像什么突厥啊 党项啊等等部族 这样一来的话啊 如果契丹和中原王朝发生对抗 就很容易对这个中原王朝呢 实现三面合围 有这么多的好处啊 所以耶律与之上表建议 东丹南迁的时候呢 地加纳之 耶律德光呢 很赞许很认可就同意了 那么综合这几位关键人物的 这个身份和史籍的记载啊 我们大致可以推断 耶律德光 他是有让东丹南迁的想法 耶律与之呢 就上表建议 并且做了详细的充分的论证 这个不管耶律德光有没有受益他啊 都不影响 那么耶律被啊 他看到这个皇帝的态度和 耶律与之的这个行为啊 他知道 国都南迁 已成定局 自己啊 是无力改变的 于是呢 他就以 尽人子之孝道为理由 表示赞同 或者说啊 这其实是给自己无奈的时候啊 找了一个台阶下 这应该比较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至于里面的这个某些具体细节 是什么样的啊 都不影响整件事的脉络 耶律德光呢 他采纳东丹南迁的建议的时候啊 耶律被 他还待在这个上清临皇府 而不在东丹 所以南迁这个事呢 就由耶律与之 全权负责 仅仅过了一年 新都呢 就告成了 民众迁移的这个工作呢 也大致完成的差不多了 就在国都落成的当年五月 耶律被返回了新都东平 这个时候的东平啊 已经被耶律德光下令 升格为契丹的南京 虽然东丹国国都南迁 耶律被的待遇并没有任何降低 仍然是天子规格 可他的心情却仍然沉重 不仅是东丹国的很多民众 不愿南迁 纷纷出逃 他更无奈的发现 自己虽然还是东丹国国王 但是军事财政等大权 实际掌握在了全臣 耶律与之的手中 自己已经被架空 很快 他又遭到了自父亲去世后的 第二次沉重打击 彻底失去了政治前途 这让耶律被心灰意冷 那么短短两年时间之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君副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聊太子出奔 第四集 尴尬的前太子 耶律被回到自己的东丹国 他的心情应该说是喜忧参半 不管怎么样 回到自己的地盘了 总是要自在一些 而且新都辽阳府所在的伊乌履山地区 山水灵秀 很符合耶律被的诗人气质 再有 国都虽然南迁了 但是耶律被的待遇没有降低 为他新建的南京辽阳府 仍然是按照天子的规格 城高三十丈 福元三十里 另外新国都离辽的上京 以及中原地区都很近 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能让耶律被 在失位以后稍微得到点安慰的地方 但是让耶律被心情沉重的因素 也一点都没减少 还有一些新增加的 这主要是强制渤海移民南迁 带来的这个乱局 东丹在南迁过程当中 原来有很多天福城的渤海人 他不愿意南迁 故土难离 面对这个契丹的强迫 很多渤海人纷纷出逃 有的逃到白山黑水间的女人部 有的逃到朝鲜半岛的新罗 这个出逃的风潮应该说是很严重的 以至于后来的这个契丹朝廷 他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 那么耶律被 他此时所面对的这个国都的民众 是经过南迁之苦以后满怀怨气的这些渤海人 而且有很多都已经逃亡了 那么这些自然会加重他的烦恼 另外还有 耶律被此时回到东丹 刑事和他刚刚受封东丹国王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了 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仁皇王 还享有天子待遇 但因为这几年 他实际上长期滞留在上京 对于东丹的这个政事 他没有多少掌握 他的优势就是 比较熟悉渤海国制的这个母体 就是中原文化 在东丹国建立之后的四年当中 实际主持政务的是耶律宇之 他在担任这个右次相的这个一年里面 已经因为公济累加 先后掌握了东丹的军事 文教和财政大权 到了第二年呢 又升任左相总统百魁 也就是我们说的总乱朝政 那在这个东丹国啊 真算是位及人臣 而且此后呢 在东丹国南迁的过程当中啊 耶律宇之呢 首先上表建议详细论证 又非常勤勉的执行这个事 这件事情啊 深合太宗耶律德光的心意 那么这事一完成啊 耶律宇之 他的地位和在这个东丹朝廷当中的分量啊 显然又会加重 军事财政 文教大权呢 都在左相手里 那耶律宇这个国王啊 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事情需要做了 不只是这样 在耶律宇回到自己已经被架空的东丹国之前呢 契丹朝廷里面 又发生了一件 足以让耶律被心如死灰的大事 公元930年3月 耶律德光册封三帝耶律李胡为皇太帝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当初耶律德光就是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登上皇位的 再加上一个皇太帝的身份 这毫无疑问的表明 耶律德光未来会将皇位传给三帝耶律李胡 在此之前 也许耶律被害心存一丝幻想 在弟弟耶律德光之后 他作为前太子还是有可能登上皇位的 但这一次 耶律德光的做法让他彻底的断绝了念想 这对耶律被无疑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 皇太帝这个封号 在中国历史上早先是西晋的时候出现的 西晋有一个很有名的八王之乱 在这个乱中 晋惠帝他封当时的成都王司马尹为皇太帝 相国都督中外诸君士 就是掌握了朝廷的这个军政大权 那么惠帝死了以后啊 他就要胸中帝极了 不过后来这个司马尹呢 被杀 那么就由新立的皇太帝叫司马治 那么他继位为帝 在后来唐朝的话呢 武宗昭宗 这些都是以皇太帝的这个身份继位的 那李狐现在被封为皇太帝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那就表示啊 耶律德光死了以后 李狐呢 可以胸中帝极 继位为帝了 这对于昔日的皇太子耶律被来说啊 自然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其实啊 李狐被安排为接班人这事啊 在更早之前就有一些端倪 我们前面说过 书律后 他在太祖归天以后 就有让小儿子继位的想法 但当时条件不成熟 一来呢 李狐残酷暴力的这个民生在外 二来啊 那会儿李狐的年龄啊 有点小 当时只有十六岁 又没有参与过军政事务立过功 所以呢 书律后啊 就让这个次子耶律德光继位了 但他心里 让李狐继位的这个愿望呢 始终都还在 所以在太宗德光继位两年多以后啊 李狐呢 被册封为皇太帝兼天下兵 天下兵马大元帅 接班人的身份呢 算是 确定下来了 在母亲 庶律太后的授意下 辽太宗耶律德光将三帝李狐 册封为皇太帝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相当于确认了自己的接班人 这意味着耶律被在继位为帝的路被彻底堵死 这对他是格外沉重的一击 连被父亲认为不成器的三帝都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自己的未来再没有任何一点希望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耶律被心灰意冷 而接下来耶律德光的又一个举动 让耶律被最终做出投奔后堂的决定 这又是怎么回事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君副教授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辽太子出奔 第四集尴尬的钱太子 李狐被确定为接班人 对于耶律被在精神上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二弟耶律德光 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继位 把自己皇太子的名号挤到一边去了 这本身已经让他足够郁闷了 不过话说回来 太祖是契丹的第一个皇帝 皇位的继承在自己兄弟们这一辈 他也是契丹历史上头一遭 那么推选可汗的这个习惯的影响还比较深 所以经过很多贵族的这个推选 让能争贯战的德光为弟也还勉强解释得通 那么弟弟德光即位以后 一旦他千秋万岁了 驾崩了 耶律被他也不是没有王者归来的可能 耶律被和耶律德光兄弟俩 他们好歹年龄相仿 一旦弟弟先走一步 那耶律被作为太祖所立的皇太子 被推选为皇帝就完全有可能 但是现在小自己十来岁的三弟李胡 被立为皇太帝兼兵马大元帅 那就表示耶律被再继位为帝的这个路 就被彻底堵死了 这可以说是他在太祖去世以后 在继位这个问题上 所受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而且和二弟德光不一样 三弟李胡是个什么水平啊 从小父亲就认为不成器 比自己相差甚远 长大了空有一身蛮力 性情残暴 凭什么他能接班而我不能啊 所以啊 这个耶律被的内心啊 应当是十分绝望的 他在李胡受封为皇太帝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后 八个月就出奔到后堂了 那么这个事啊 应该是让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另外还有资料表明啊 耶律被的这个家庭生活啊 也不是很和谐 他的妻子是出自契丹后族的肖氏 可能这个肖氏呢 思想比较传统 没有办法很深刻的理解这个耶律被 所热衷的那些中原文化 那么夫妻俩啊 就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文化隔阂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就不能知心 还经常会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耶律被啊 就不太待见消逝 而是喜欢和汉化程度很深的这个渤海妻子 叫高美人在一起 后来耶律被浮海投奔后堂的时候呢 在众多的妻子当中啊 他就只带了这个高氏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宗前所述 在这样一个让人郁闷的环境中啊 耶律被所能做的事情呢 就两件 第一 寄情山水 第二呢 诗书自愚 耶律被从归国到浮海出奔啊 前后只有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里啊 他和耶律德光兄弟俩 还是有一些往来 但是期间也有一件事啊 是比较伤感情的 就是耶律德光 下诏给耶律被配置仪位 所谓仪位 简单讲就是仪仗和卫兵啊 这是古代帝王的排场 那表面上看来啊 似乎是耶律德光 要给自己的哥哥称体面 但他的真实用意啊 可谓是路人皆知 耶律被 被封为仁皇王已经四年了 难道四年当中 一直都没有相应的仪仗吗 不大可能 即使真的没有啊 那也说明耶律被觉得 没这个必要啊 当然就不需要你耶律德光 来亲自配置 所以耶律德光配置仪位啊 他的意图昭然若揭 就是他得保证 耶律被的这个一举一动啊 都得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这个意图在史书上呢 也有明确记载 就是说这个耶律德光啊 又至位士 因四动静 就是耶律德光派这些位士啊 是为了监控 耶律被的进退行止的 耶律德光登基之后 虽然还是很注意处理好 与哥哥耶律被的关系 但一个是新皇帝 一个是前太子 昨日兄弟 今日君臣 两个人的关系 注定没有那么简单 耶律德光派卫士 监控耶律被的做法 让耶律被意识到 历历对自己的怀疑和提防 这应该最终让他做了 出走的决定 那么我们总体上看一下 太祖归天以后的四年 第一年 树律太后称治 稳定局面 后面三年呢 耶律德光继位 对耶律被啊 还是有很多的情感笼络 当然防备啊 也不可能没有 我们设身处地的 如果站在耶律德光的角度啊 也很容易理解 对于昔日的皇太子 又有一大片地盘的哥哥 他肯定要随时戒备 不过从这些过程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刚建立皇帝制度不久的 这个七单民族啊 其实还算是比较淳朴的 中国历史上 新军继位 残杀自己竞争者的这个势力啊 可谓 辅实即是 所以在这个史记里面呢 司马迁就讲这个帝王之家 说 虽有亲父 安之 其不为虎 虽有亲兄 安之 其不为狼 就是为了权力啊 父子兄弟 也可能变成虎狼 那么辽太宗呢 他没有变成虎狼 没有像唐太宗一样 采取什么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的举动啊 说明他确实还是比较宽人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耶律贝的处境还是极其尴尬的 也正好在这个时候 中原后唐的皇帝 明宗李斯元派人带着书信 邀请这个耶律贝呢 到后堂去 耶律贝啊 就去意已决了 那么 作为敌国的后堂啊 为什么要召唤耶律贝 耶律贝又是怎样成功逃出弃丹 投奔后堂的呢 我们下集再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耶律贝投奔后堂 那么作为当时的敌国 后堂为什么会邀请耶律贝呢 来到后堂 耶律贝到底过得怎么样 他的到来 对于契丹与后堂的关系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下期节目中 西南民族大学李文君副教授 为您解读 辽太子出奔 第五集 一乡被优待